夜里就派人去杀了 放屁 李渭一急 当着雍正的面 直接飙粗话 雍正却并没有在意 因为他知道 李渭是为自己出气 而相反 那些刑部大理寺的官员 听到有人骂自己 行动上是不愿审理 心里却是幸灾乐祸 皇上气得直咬牙 竹子 这心里说的是谁啊 有害父害母 杀兄杀弟的 贪财好色 不知道吧 这个人说的就是朕 怎么会 哪条疯狗 敢 敢这样辱骂主子 这个人叫曾静 是湖南的一个老生员 他写这封信给岳中旗 叫他起兵谋反 人呢 在哪 押解到京里来了 主子 你把这条疯狗 我交给奴才 我把他的眼 一颗一颗拔下来 其实说朕坏话的 又岂止这个曾静 那些被朕的新政 断了财路 拨了特权的人 又有几个不恨朕 有几个不说朕的坏话 可朕也没想到 他们居然把朕编排得如此不堪 除了说朕 卯杀先帝 逼死母后 还说朕每天都喝得酒醉熏熏呢 每天晚上要翻几次牌子 更有鞭子出奇的 说朕的侍卫 是什么雪笛子队 土里琛带着这个队 想杀哪个大臣 使个眼色 夜里就派人去杀了 放屁 可恨的是 大理寺和刑部 都不愿意审理这个案子 他们上折子说 如此悖逆之言 非臣下所敢听 非臣下所敢问 其实他们心里啊 何尝不是幸灾乐祸呀 朕大 你把这案子交给奴才 奴才有法子 叫这帮疯狗 直到厉害 你审不了啊 因为散布朕这些谣言的 其实啊 就是朕的那些弟弟 是八爷他们 没错 许多谣言 都是阿琴阿塞斯黑 那些发配到云贵的门人们 沿途散布的 朕已有旨意 朕决定亲自审理增进 他们想看朕的笑话 朕没有笑话让他们看 朕要让天下人都看一看 朕 到底是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朕大 不是奴才 都胆敢说祖宗的不是 先帝爷千般都好 就是太宽容了 明知道八爷他们一个个心术不正 还一个个亲王贝勒的夹锋 把这些难题都留给主子了 你说的优理 不管多难 为了新政 为了祖宗的江山设计 朕不能再把难题留给了 有什么事 回皇上 不久前 李卫跑到军机处 找到臣的 他说要去见见曾敬 臣等见他火气很大 担心他做出什么 阅阁的事来 就没有答应 他二话没说 气冲冲地就走了 去警部 这 把门锁上 把钥匙扔进来 你就是曾敬 正是 正是 正是老朽啊 请 请问 你这首日的 皇 皇上都 都有旨 不许对我动刑 你是谁 竟敢打我 你个苟日的 现在想起搬出皇上来了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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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胡言乱语 说 你给老子说 说 我告诉你 当今的皇上 是孤王今来 道德第一 秦政第一 他还是爱民第一的好皇上 是 是 是什么呀 老朽实在想不起来了 秋大人提示 跟他想不起来了 真记不起来了 好好好 那给你提个醒 住手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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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珍 奴才在 这 很好看 很好笑 是吗 皇上 母子们不敢 你们是不是觉得 曾经骂朕的话 很解恨呢 臣等 岂敢有这等心思 身为刑部大臣 对这种无军无福之人 居然 没有半点愤慨之心 皇上 居然为官取乐 皇上 还说没有这等心思 皇上圣明 其实是李卫把牢门锁上了 把钥匙也拿了进去 奴才们实在是没有法子 因此奴才们才 因此就为官取乐 大清朝怎么养了你们这么一批 忘恩福役麻木不仁的东西 张中堂 把他们都给我割了 这 我搞了 我不要说了 都下去 真是 真是 身为封疆大吏 如此不顾官体 是 长廷日 臣在 将他发疯一年 这 上官 这是 哪儿啊 跪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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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曾经 老秀就是 起来吧 坐到那个凳子上绘画 刚才那位上官 叫老秀跪下 叫你坐你就坐 你为什么写信 闪动月中旗造反呢 回上官的话 老秀 他在年轻的时候 是从山东旅留良先生 读了他住的几部书 就被他的邪说蒙蔽 心中便有了 一下之防的念头 跟康熙爷在位 对我们读书人 礼敬有加 这个年头 也就慢慢的淡了 后来 当今的皇上 推行什么新政 我们读书人都没有了好处 这才又蒙发了反满的心思 去年听到很多 从北京发配云贵 途经湖南的人说 当今的皇上如何如何 是古王进来的第一个 什么军 怎么听到的就怎么说 那些人说呀 当今的皇上是篡位得来的 他不是不是 他不是 我走 我走 都看一天了 皇上没吃一口东西 又吩咐不让我们进去 我去 酒 皇上 皇上 你叫他皇上 你以为他是谁啊 老朽该死啊 老朽罪该万死啊 请皇上恕罪 请皇上恕老朽 广佩之罪啊 写着写 皇上 您一天都没进膳了 拿进来吧 皇上 您进膳吧 盛办晚饭 泡上点汤 朕也就够了 放上 皇上用膳吧 那些给他吃吧 皇上 给他拿过去吧 给他拿过去吧 这个 这 这 这是 给我吃的 吃吧 我皇上如此深人厚德 醉命何以可当 快吃吧 吃完了 截着截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皇上圣安 起 谢皇上 今天叫大起 有两件事情要告诉你们 第一 曾经背逆一案 朕已审明详实 种种诽谤朕和朝廷的言辞 有一些是山东吕流良的邪说 而更多的 是那些反对朕新政的人 散布的谣言 经朕开导 曾经已经认罪伏法 所以朕决定不杀他 也不关他 针对这些谣言 朕写了一篇大义绝密录 让曾经到各省学宫 现身诵读 以敬敷衍 至于吕流良 身为本朝生源十余年之久 因科举不顺 随心怀怨愤 著述邪说 棒极先帝 虽身死 有万不能处 着 错谷扬灰 以事发成 这 第二卷是 鉴于圣祖人皇帝 生前未能及时择立储君 以至于 至今仍有谣言 传朕继位不正 因此 朕已经写好了传位遗诏 密封侠内 高藏与 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接时 朱王群臣 共同开启 皇上圣明 宝秦王弘历 自封爵当差以来 忠甚勤勉 人品贵重 朕决定 命他为监果 辅朕处理 朝廷日常政务 而臣岂敢因此重任 朕一已决 你就不要推辞了 起来 接受百官的叩吓吧 这 臣等恭贺宝新王 荣英建国